大家好,我是标识商标顾问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商标需要每年交钱吗? 关于这个问题呢,咱们可以看一下商标局的回答 这有相关的人的提问 这有别人的留言业务的咨询 商标注册成功之后还需要交钱吗? 商标局的回复呢,是根据商标法第四十条 以及商标法十十条第第三三条相关规定 注册商标的有效期呢,是维系十年 什么意思呢?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咱们的商标注册成功之后呢,是保护十年 在这期间呢,是不需要交加费用的 如果说咱们的使用时间到期了 比如说满十年了 你可以进行一个续费的手续办理就可以了 然后续费成功之后呢,还是保护十年 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呢 也是不需要再交其他的费用的 以上给大家回答了 回答的这个商标宿舍 是否需要每年交费的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想要学习或者了解更多的 关于商标的知识可以关注我们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 标词,刷页分享,商标资料